山茶额上见了冷汉 如果小姐真是被劫走的 那可就糟了 粉黛冷眼看着这山茶 倒是也提了个醒 凭我们几人的力气 是不可能把人找到的 你有在这里哭的功夫 不如赶紧回淳王府去搬救兵 只有撒了大网 去找才能找得到 不过也别太乐观 他冷哼一声 你应该也听说了 本小姐的弟弟也丢了 我殿下找了这么久 都没能把人找回来 依我看啊 你家小姐能找回来的几率 也是小得很啊 粉黛说起风凉话来 面色沉冷 倒是看不出交集 可是山茶顾不上跟他置气了 听了粉黛的提醒 赶紧就起身往淳王府跑了去 直到剩下粉黛和东英二人 留在原地时 东英的心已然狂跳起来 直觉告诉他 凤三小姐的失踪 跟他们家小姐脱不了干系 就像小宝的失踪一样 凤粉黛不过是把一顶帽子 无缘无故地扣到了别人的头上 他心中有疑惑 可是却不敢问 凤粉黛那一脸坚决摆明了 心中有自己的算计 他一个坐下人的知道太多 怕是命不久矣 随着八皇子被人救走 小宝失踪 如今又轮到了响容 凤与恒听出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真想冲到水晶别院去把凤粉黛给掐死 可那又能如何呢 亲自蹲守水晶别院整整两日 却未见凤粉黛跟任何异常的人接触 一切都十分平静 平静的就像这件事真的与他无关一样 可是凤与恒知道 响容的失踪粉黛脱不了干系 无缘无故找上门来逛街 又无缘无故逛到那样一个僻静之处 而原本应该没人的地方 却莫名多出那么些人来 紧接着响容失踪 山茶疯了一般回淳王府求助 一切都指明了事情并不正常 而他也想到了 那最擅长易容之术的于谦音 以及于谦音对七皇子的爱慕之情 如果真的是于谦音到了大顺 响容十有八九 是被他给劫走了 凤与恒对玄天华说 七哥应该还记得 那位六公主对你的心思 响容一直住在淳王府里 外道传闻已经甚广 于谦音既然进了京 就不可能没听说 就凭他那番心思 怎么可能不对响容下手 一连三日 为了找响容 玄天华也是不吃不睡 再神仙的一个人 也陷了几分憔悴 今日凤与恒的分析 他不是没想过 只是打从心里 一直排斥这个结论 他太了解于谦音 那是一个 唯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子 连自己的包凶都能加害 又有什么事 是他不敢做的呢 响容一旦落入于谦音之手 只怕凶多吉少 几人愁得不行 网椅大开 却偏偏一个都找不到 八皇子找不到 小宝找不到 响容更找不到 而也正因如此 人们断定 劫走这三个人的 应该是同一批人 这三个人 也应该被关在了同一个地方 凤与恒这头着急 凤粉带那头也一样交集 他配合着于谦音那一伙人 把响容送上门去 让对方成功地将响容劫走 可是这都多少天了 他的小宝却依然没有回来 粉带几乎不敢往身里想 利用小宝作为人质挟持着他 就可以一个要求 接一个要求地提出来了 凤想容是第一步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难不成还要 让他打入到凤与恒内部去周旋 老天 如果真是那样 他该如何示好 凤想容好骗 那凤与恒却跟个人惊似的 想骗到可太难了 见粉带 几日都坐立难安 东音也不知道 他是在想小宝的事 还是在想凤想容的事 人的好奇心总是很难控制的 东音忍了又忍 到底还是跟粉带问了句 小姐 凤三小姐走失 咱们是不是帮帮忙找一下看看 毕竟人是跟咱们在一起时走丢的 这万一玉王妃那头怪罪下来 该如何交代 他抬出凤与恒来压制粉带 倒还真让粉带皱起了眉 不过即便这样 又能如何呢 粉带说 我们这水晶别院 一共就那么几个人 怎么帮着走 是你去还是我去 还是让那些丫鬟婆子去 人家又是官差 又是侍卫暗卫的 都没能把人找着 就凭咱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缓了缓 他又道 不过你说的也对 什么也不做的话 那凤与恒怕是要有话说 这样吧 你去跟玄天眼说 让他在找小宝的同时 顺带着也找找凤想容 做个姿态就好 东音点头硬下 却是从凤粉带面上 看不出一丝对自家姐妹的同情与怜悯 哪怕他是一个从凤府里就跟出来的丫头 此时此刻也觉得粉带太冷漠了些 他无奈的暗里叹气 直到冷漠之人固然可怜 却也可恨 粉带的孤僻暴躁与任性 注定他这一生都得不到亲情的回报 又是三日过去 就在凤与恒玄天华找想容 已经快要找到绝望时 却在这天夜幕初上时 纯王府的大门被人敲了开 门房的人叫门打开 抬头一看 不由的惊讶地道 三小姐 您回来了 凤想容回来了 就在这个当口 不是由任何人找回 而是他自己回来的 只不过人比较狼狈 因外头下着秋雨 他从头到脚都被淋湿了 头发湿漉漉地粘在脸颊上 只一戏能变得几分模样 哪里还能看得出 从前那般俏丽容颜 门房赶紧把人让进来 还为他撑了伞 想容的身子很虚弱 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 家丁一看这样不行 赶紧叫了两个婆子过来 一边一个扶着他 就这样 一直把人扶回了他先前住的院子 直到想容坐到椅子上 丫鬟山茶才扑了上来 二话不说 跑到地上抱着想容大腿 哇哇的就开哭 一边哭还一边道 小姐 小姐你终于回来了 吓死山茶了 山茶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小姐了呢 小姐 这些日子 你都去了哪里 到底是什么人劫持了你啊 想容看了山茶一会儿 半赏才道 不要乱说 什么被人劫持 你这样说 岂不是败坏我的名声 让我今后该如何是好 他说话时面色沉冷 目光很厉 吓得山茶竟不敢再多说半句 许是山茶的表情 也给对方提了醒 就听想容诱道 山茶 你别怪我这样说话 我并非针对你 而是此事若传扬出去 你家小姐我就真的不用活了 说着还伸手抚上了山茶的头 轻顺了两下以示安慰 山茶十分受用 心中炸暖 猛力地点着头 小姐放心 奴婢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 只是 小姐 这些日子 你到底去了哪里啊 想容轻叹了一声 正想说些什么 屋子里其他事后的丫鬟 已经把干净的衣裳捧了过来 山茶赶紧接过 小姐 咱们先把衣裳换了 不然会染风寒的 她一边说 一边很自然的 就要帮着想容更衣 可想容却并没有像从前一样 任由山茶事后 而是对她说 换衣裳我自己来就好 你快些跟七殿下说一声 就说我回来了 也省得她担心 山茶觉得 这话也有道理 虽说府中下人一定会去禀报的 但作为想容屋子里的奴婢 她还是亲自过去一趟比较好 毕竟这些日子 为了找想容 七殿下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眼见山茶匆匆而去 想容立即打发了屋子里侍候的人 直到就剩下她自己时 这才轻挑起一边的唇角 冷冷一笑 叫山茶呀 真是个蠢奴才 自己就把名字给招了出来 也好 省得我多费心机了 她一边更衣 一边在这屋子里环视了一圈 又轻推开一扇窗子 往外打量 心头恨意却突然来袭 还真是个惊讶别致的小院 从前我在的时候 怎么就舍不得把这样好看的院子 让给我住呢 凤想容 一个什么本事都没有 身份地位也是下等的丫头 你究竟凭什么住进淳王府 究竟凭什么得到她 她说着话 又伸手往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 眉心轻皱而起 这张面具做得太赶了 从放走凤粉呆那天晚上 她就按着记忆中 想容的样子开始做 一直到抓到凤想容 在对比现在的样子进行改进 不过二十左右天而已 即便是日夜感知 破绽依然很多 但骗过淳王府这些个下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骗得过玄天华 特别是那个亲姐姐凤与衡 今日雨水大 打在脸上湿了头发 面容也遮挡住几分 看起来更像一些 夜里时 她还得对这张脸加以改进 以便能够面对更多的人 山茶没有找到玄天华 据说人还在外头办事没有回来 想容知道她在办什么事 无外乎就是找人而已 最近经理可是丢了太多人了 却没有人知道 那些人藏在什么地方 而她深入这龙潭虎穴 倒是也打了几分 能以奉想容的身份 接近玄天华的主意 若那二人真有情有义 她能替代也是不错 若本无情 她也可以再给泼一盆冷水 干脆早早散了最好 玄天华在当晚子事之前赶了回来 一进府就听说 想容已经回来的消息 心中是又惊又喜 赶紧往那出院子奔去探望 她到时 里头的人早已经生眠 若先知人就站在门口 往里头看了一眼 待看到床榻上躺着的小女子时 这颗提了好些天的心 总算是落回了肚子里 她没准备多留 只问了山茶 你家小姐有没有受伤 山茶摇头 看上去并没有伤 什么叫看上去 玄天华皱眉 没有近身服饰 山茶道 小姐没让奴婢事后 是自己更得一目的欲 所以只能说 看上去没有受伤 就是这样做近事的 玄天华心中有气 也没来由地腾生起烦躁来 也不知道是气恼这丫头 不好好事后主子 还是气恼想容连 贴身侍女的事后都拒绝 但她觉得这两方面都不是 这种烦躁的情绪 虽然来自于拒绝本身 总让她隐隐有着不太好的预感 罢了 好好守夜吧 本王明日再来 她转身离开 决定明儿个再来探望 人刚走 屋子里原本睡在床榻上的人 却坐了起来 透过雨后明亮的月色 看着院中渐渐远去的背影 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甘 她曾经以一国公主之尊 让自己的包凶来大顺求亲 结果被个凤雨横给搅合了 后来她想尽一切办法 混到了玄天华的身边 却最终落得了 更凄惨的一个下场 她本以为玄天华那种人 是一辈子不可能娶妻的 她得不到 别人也无法妄想 谁知现在又杀出个凤响容 这样名不见经转的小女子 居然能引得对方大半夜的 都要来看望一眼 且跟那丫鬟山茶之间的对话里 明显地带出了关切情绪 这怎能让她不妒忌 愤恨之余 一把抓下脸上的面具 于谦音的真面目再次展露出来 同时暴露在外的 还有那面部已然扭曲的神情 本以为对玄天华只有恨了 可再次见到对方才知 除了恨之外 曾经的爱意竟也一点都没有消失 凤响容 她这次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身份 倒是要看看 那个若仙之人 对这丫头的感情 究竟伸到什么程度 她起了身 没有再睡 倒是走到门口将门插好 还告诉山茶无需守夜 然后燃了一盏烛 就在烛火下 将这张人皮面具 仔细修整完善 直到次日清晨 第一吕出阳照了进来 才满意地又贴回自己脸上去 然后照了照镜子 直到果然是一次比一次更完美 现在这张脸 跟凤响容的接近程度 已经有七分以上了 只不过需要每晚再修护一次 无法做到 一直带着不需修整 她打开房门 将外头 等着事后的丫鬟放了进来 就见山茶手里端着一碗燕窝 笑着对她说 小姐脸色不大好 许是昨日淋了雨 这是夫人特地嘱咐厨房备下的 是上好的燕窝 都是宫里头拿出来的好物 小姐快趁热吃了吧 于谦音没说什么 一边摆弄着 纯王府里特有的那种 叫做毛巾的东西 一边琢磨着 夫人是谁 她昨日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这屋子里 因着下大雨 除了夜里玄天华来探过之外 并不曾有外人来过 她也没想打草惊蛇的多问 所以此时 听到夫人这个称呼 还是有些奇怪 一时间 心里做了无数猜想 纯王府上有郑妃了 一般来说 只有郑氏才能被称为夫人 又或者是 玄天华的母亲 可她是皇子 母亲应该住在宫里才是 她想不明白 山茶倒是嘴快的 又再次不打自招 就听那小丫鬟说 夫人戴小姐 还真是好呢 不但做主了 您跟七殿下的亲事 这些日子 虽说小姐没在府里 可是该备下的聘礼 也都备了下来 甚至还让九殿下 回到约寒宫 又去搜罗了一番 可是找了些好东西出来 再过些日子 咱们就要 往基安郡去了 游夫人亲自向安夫人下聘 小姐 这可是大顺头一遭啊 就连二小姐当初 都没享受过 云妃娘娘亲自出宫 向凤府下聘的待遇呢 山茶说得很得意 于千音也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夫人指的是宫里的云妃 那这么说 云妃如今是住在纯王府上的了 她面色更加沉冷下来 最不愿听到的答案 终于还是听到了 凤想荣要跟玄天华定亲了 还是云妃做的主 马上就要去下聘 该死的 那丫头到底是给云妃和玄天华 都下了什么药 上午过半 终于 该来的还是来了 玄天华带着凤雨恒 进了凤想荣所住的院子 而屋子里的人 也早在下人的通报下 站在房门口迎接 一见了二人进院 赶紧就梨花带雨地迎了上去 直接就扑到了凤雨恒的怀里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一边哭一边叫着 二姐姐 想荣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凤雨恒被她冲得一个猎鞋 下意识地就往后退了两步 还是玄天华在后头扶了她一把 才让她的后退姿势吻了下来 她眉心微皱 只觉着想荣身上 有一股子既陌生 又有些熟悉的味道 扑鼻而来 说陌生 是因为这样味道的香料 想荣从未用过 说熟悉 是因为这味道 她曾经闻到过 在很久以前 一名女子的身上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凤雨恒抬起手来 先是轻拍了拍怀中女子的背 然后双臂一盏 将怀中之人紧紧抱住 那样子看起来完全就是姐妹情深 却不知 凤雨恒这一抱之下 竟是用自己的双臂 实际测量了一下 怀中之人的骨架大小宽窄 只一下下 她的目中就带了几分凌厉与冷宁 在与玄天华的对视中 一个隐晦的答案 悄悄地递了过去 那若仙之人的衣袖下 双拳紧紧握了起来 二姐姐 想容好害怕 想容真的好害怕 怀中女子的眼睛抱了棚 又哭又笑地 抓着凤雨恒的手 可叫一个热露 而面上表情也是像足了想容 这是她在 抓到想容之后 对着想容仔细研究 并苦练之后的成果 凤雨恒不得不叹 如果自己再愚钝一些 只看这张脸 还真是很轻易地 就被哄骗过去 虽然只看五官并不是十足的像 可这种相像的程度 已经不会有人再去怀疑真假了 再加上她这一副表情 雪想容更是学得唯妙唯笑 只可惜 站在她对面审视之人 却是有一双独眼的凤雨恒 你失踪这些日子 可是让我们好找 走 跟二姐姐进屋 二姐姐为你整个脉 听说昨日淋了雨 也不知道有没有冻坏了 你再跟我说说 这些日子都去了哪里 当日失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话说的自然 让人不已有她 那于千英 也并没有察觉出自己 在凤雨恒面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甚至在凤雨恒目光的传递下 七皇子玄天华 也不再有昨夜的关切了 临了长雨 并无大碍 凤雨恒整个卖无外乎 就是进一步在确定身份罢了 而玄天华就一直坐在旁边 只看着二人 也不说话 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就像是一幅画 静静地 带着自身独特的先异之气 于千英早有一套说辞 她告诉凤雨恒 那日四妹妹找我出去逛逛 我跟着她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货廊 好多人围着买东西 我们也围了上去 可是人太多了有些急 山茶出言不逊 呵斥了那些人 他们气不过 竟在临散时绑了我 我迷迷糊糊地被人绑走 堵了嘴蒙了眼 只知道走了好多路 不停地换人扛着 直到他们 把我扔在一处草堆里 人一下子就跑漠了 我好不容易解开捆绑手脚的绳子 再撕下照眼的布 这才发现竟是被人扔到了大山里 二姐姐 你不知道 好可怕 当时是夜里 他们从白天走到夜里 把我扔进山 我一个人又不敢走夜路 只能在那草丛里躲着 总算挨到天亮 这才想办法出山 可是在山里总是迷路 还好现在上了秋 树上果子多 又有山泉水 和我才能活着出来 她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那小模样很是招人疼 凤雨横响 这如果真的是响容 她一定会心疼 还会找那些刁民算账 可惜 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假的 不过是个荒言而已 有人拿她当傻子骗 那她便将傻子这个身份做到底吧 她伸出手揉了揉响容的头 一脸心疼地说 叫你好好练功夫你不听 要是身上有功夫在 又岂能任那些刁民欺负 她一边说一边摆摆手 罢了 不说这些 你回来就好 说完 又转头对这一屋子吓人道 你们听着 三小姐不过是回郡主辅助了一阵子 没有失踪一说 可记好了 一众吓人赶紧应下 就听玄天华道 既然回来了 就好生呆着 不要再出府 也要记得之前的教训 以后任何人来找 都不可以轻易出去 想容记得了 于谦音又是一副乖巧委屈的模样 半低下头 像急了想容 玄天华的面色却越来越沉 不用凤语恒提醒 她现在也看出究竟了 而她这看出更为玄妙 竟是在想容一低头间 清楚地看到她发际间有一颗发弦 那跟想容的发际是完全不同的 七哥说的对 凤语恒也道 再过不久 就要往基安郡去了 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 你跟七哥就要定亲 还要好好准备着 知道吗 她故意这样说 然后成功地看到了面前人一脸娇羞的同时 眼中隐隐暗含着的恨意 凤语恒也露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然后站起身来道 三妹妹还是要多休息 二姐姐就不在这里烦着你了 你姐夫这会儿也快要回府了 还等着我一刀用午膳呢 她笑着离开 玄天华一在后头跟着 二人看似平平常常 却在离了这个小院后 琪琪沉下脸来 玄天华一扬走 立即有暗卫现身 伴在其身边随着一起走动 但听她吩咐道 守着那院子 注意凤语恒的一举一动 暗卫不问原因 只听令刑事 映下之后又消失在空气中 而凤语恒的话也在这时候传了来 她说 看来老熟人主动找上门来了 七哥上次把她拖在马下没有拖死 如今可有后悔了 玄天华一想起 当初那于千音做作所为 从来不与人为恶的弱仙之人 也恼怒男人 直到 若一切重来 我会砍下她的脑袋 亲自送到宗隋去 然而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不过凤语恒倒也乐观 他说 总是比先前的情况要好上许多 先前我们一切都是猜测 找人也找不到 现在对方主动送上门来 那可就是咱们案板上的肉 是肩炒烹炸 还不是随咱们心愿 倒是七哥你 于千音顾忌重施 心思无外乎就在你的身上 这次八成是想借着 享荣的身份接近于你 一旦这计谋不能得逞 他一定也会留后手 就是不知这后手是什么 不过八成也与享荣有关 女人的心思嘛 得不到就要毁了 他固然没有本事毁了你 但却可以毁了享荣 他说着话 脚步停了下来 扭头问向玄天华 如果有一天 京城里突然传出 凤家三小姐被人劫持 清白不保的消息 七哥会如何做 玄天华盯着他看了半晌 面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只是平平淡淡地开口道 我娶我的 他们传他们的 我玄天华做事 什么时候受过外界影响 说完又有些无奈地道 你心中明知我会如何作答 更知我会如何去做 何苦还要这样问呢 凤雨恒心中也是烦躁 他自顾地说 我却没有七哥这样好的性子 就像现在 我就一直在压制着自己 不停地告诉自己 留着那鱼牵音 才能牵出大鱼来 才能端了他的老巢 能够找到玄天墨和小宝 如果不是这样一直压制着 刚刚见面时 我就可以把那女子给擒住 将这世间种种最残酷的刑罚 夹住在她的身上 以报她劫持我妹妹的仇 七哥 你说我们用一个宗随的公主 能否换回想容小宝和玄天墨 玄天华无奈摇头 我曾经认识的阿恒 是个有仇必报的女子 她甚至不会多等 会把仇怨当面就给报了 我曾是那样地欣赏那个女子 每一件事每一句话 都做得说得爽快 可却在一年又一年的变迁下 她心头也有了顾虑 她需要照顾的 维护的人和事越来越多 以至于失了最初的那份洒脱 委屈地让人心疼 她盯着凤与恒 一字一句地斗 人人都知道 这是成长所应付出的代价 就像明儿 倒退几年 她何尝不是与你一样 也正因为此 你们二人才能这般契合 可是你看看 现在她也长大了 也知道为大顺着想 为黎明安康着想 那骨子任性渐渐地藏了去 青涩退完 剩下的是 让人心疼的成熟懂事 可是你知道吗 我是她的哥哥 弟弟懂事我高兴 却总还是想着 她年少时的张狂模样 总是希望所有的事情 都能自己看过来 让她能一直按着 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生活 然而 我们生在皇家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可是阿恒你不同 你不过一个小女子 你不需要顾虑太多 要记住 不管发生了什么 不管你做了什么 哪怕你把天捅出一个窟窿来 你的身后都有明儿 都有我会为你去把天修补 而你 只要做你自己就好 无需为了任何人任何事而改变 懂吗 凤雨恒愣在原地 很是认真地消化着玄天华的话 消化到最后 她突然就笑了 七哥是想跟我说 不要考虑太多 就像从前一样 那于千英劫了我的妹妹 我就抽她压的 她闹上淳王府来 我就把她给抓住 然后吊起来打 对吗 玄天华哈哈大笑 对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阿恒 哈哈 凤雨恒一笑了起来 笑得放肆又大胆 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笑过 她对玄天华说 七哥不提起这些 我怕是都快忘了 从前快意恩仇的日子 是啊 人为什么一长大了 就要顾及那么多呢 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 添了这么个毛病 想当初抽那玄天叶 抽那千周的儒家公主 我都从没手软过 怎的今日换成了宗髓的公主 竟婆婆妈妈起来 她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入秀 直接从空间里 把玄天明当年 给她的那根鞭子 给拿了出来 然后挥了挥道 走啊七哥 我去抽人 你给我助助阵 玄天华笑着 跟在她身后 就像是在宠溺一个孩子 任凭那孩子 惹下再大的祸事 她都会做那个善后之人 而对于凤雨恒 动不动就从袖子里 拿出些原本不该在的东西来 她也早就看得很淡 也很习惯了 前头的女子意气风发 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 回到了 她当初最嚣张 最天不怕地不怕的那段日子 一手拎鞭 脚步轻快 口中更是带着几分邪气地道 且看我把她给那张人皮面具 给撕下去 再捆起来送到城门口 就在城楼上吊着 我就不幸换不回我想要的人 感动我的妹妹 这一次 我就要让她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有来无回 于谦音送走了凤雨恒 和玄天华二人 本以为这一关就算过去 那凤雨恒 跟自己虽说表现的 也不是很亲近 却也不至于疏远 自己这张脸不算完美 可也没谁能挑出太大毛病来 她对自己制作人皮面具的手法 还是很有自信的 这边美梦正在做着 过了凤雨恒 这一关她心里多少放了些轻松 正准备叫下人端些点心来吃吃 毕竟很久没有吃过淳王府的点心了 总也该找找当年的回忆 然而 这边还没等喊人呢 突然间 房门就被人从外头大力推开 光荡一声 凤雨恒玄天华二人去而复返 一个气焰嚣张 一个一脸的宠溺 任气为所欲为 于谦音心头一紧 一下子就想到了 那一年在京郊 玄天华就是这样子护着凤雨恒 甚至为了出气 还把他绑在绳子上 在马下拖着 他九死一生 仗着自己宗隋公主的身份 仗着大顺 还不想跟宗隋彻底翻脸 才捡回一条命来 游记的那个时候 玄天华面上就是带有这样的表情的 愤恨之余 更多的是对凤雨恒的纵宠 那种纵宠的程度 简直不输给九皇子玄天明 于谦音忽然就觉得自己真是蠢 凤享荣从来都不是他的情敌 哪怕玄天华要娶他 他也不过就是个替代品而已 要说真正走进玄天华心里的人 除了凤雨恒 还能有谁 这是许多年前就知晓的答案 可他却还是不想眼睁睁的 看着凤享荣嫁入淳王府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替代 他不行吗 二姐姐 七殿下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强忍着复杂的情绪 于谦音还是开了口 学着享荣的声音 学着享荣的怯弱文静 一双眼却是盯着凤雨恒 握在手里的鞭子 已然有了不好的感觉 三妹妹 姐姐多日不见你 方才只聊了没多一会儿 才走出没几步 就觉得十分想念 这不 又回来看你了 他一边说 一边走上前 突然就伸出手来去捏面前这享荣的脸 怎么总觉得三妹妹瘦了呢 可别是这几日饿坏了 来来来 让二姐姐好好摸摸 听到这里 又迎着凤雨恒虽带着笑 却愈发阴冷的目光 于谦音哪里还能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他怎么也猜不到 对方是如何实穿的 只不过短短交流 凤雨恒竟能这般 肯定自己是假扮的嘛 是不是太武断了 万一错了呢 好歹自己还顶着这样一张脸 他怎么下得去手 然而 凤雨恒就是下得去手 不但下得去手 下得还是狠手 不过在编抽之前 他首先做的 是把手滑向想容脸颊边沿 不顾对方 像一脸惊恐的向后躲闪 一只手来来回回 不断地摸索着 终于在耳机 往上去一寸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就见他挑唇一笑 阴嗖嗖地道 原来是在这里 于谦音 几年不见 你的易容术 又有长径啊 只可惜手法最好 人却是傻了些 逃不过本王妃的眼睛 说着话 就见凤雨恒一咬牙手下用力 猛的一把 就将那张人皮面具给撕了下来 只为力道用得大了 以至于于谦音脸上原本的皮肤 都被他撕下来一块 就在右脸颊上 拳头大的一块皮带着血丝 跟着人皮面具 一块从脸上被剥离 疼得于谦音熬得一声大叫起来 可随即他也意识到 自己的麻烦大了 他想要逃跑 哪怕是硬闯 也要为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 然而 哪那么容易就能跑得掉 既然他拼了全部力气 冲开了凤雨恒 可后头还有个玄天华呢 那个男人与他最近距离的一次亲密接触 竟是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子 把人又活生生地拽回到了凤雨恒的面前 于谦音是又害怕又疼 想用手去捂住伤脸 可是手指才一碰到伤口 就又疼得哇哇大叫 就听凤雨恒又道 于谦音 那一年 宗随用大量的黄金珠宝 换了你一条命回去 怎的你不知道好好珍惜 你的命那么贵 就再一次轻易地送到大顺来 看来 宗随国库还真是充盈呢 凤雨恒 于谦音见逃逃不成 干脆也狠下来面对他 一眼仇视地瞪过去 竟是问道 你不是嫁了大圣的九皇子吗 怎的还跟七殿下勾勾搭搭 你这个贱人 不怕遭报应吗 啪 突然一鞭子袭了来 凤雨恒的回答也到了 姑奶奶乐意 轮得到你管我 说完又抖了抖手里的鞭子冷冷地道 就在这里收拾你 实在是无趣 于谦音 装成我的样子 从宫里截走八皇子的你吧 把那个小男孩截走的也是你吧 如今想容易落在你的手里 你说 我该如何跟你算这一笔账 我该如何让你把他们都放回来 于谦音眼睛一亮 终于找到自己可以逃离的突破口 他激动地跟凤雨恒说 想要把人换回来 可以啊 你用我去换 你放了我 我自然会让我手下的人放了他们 可是我若言行逼供 你是不是也会说出 你们的老巢是在哪里呢 他玩味地看着于谦音 眼中却是毒辣的像只蝎子 于谦音的恐惧更甚 可他还是坚持着摇了摇头 不可能 我若说了 你不可能放我回去 你会杀了我 所以必须交换 用我去换回那三个人 凤雨恒 你们是划算的 不不不 凤雨恒却不这么想 你做了那么多让我痛恨的事 这一次 我根本就不打算放你回去 你说的对 不管你说与不说 我都会把你杀死 但不是现在 他说完 转头看向玄天华 问道 七个 你说 把他吊在东城门上好不好 让他们的人看一看 宗隋的公主 现在落在我们手里 看看对方能不能把人交出来 玄天华依然是那一派云淡风轻 好像凤雨恒说的 就只是平常事情一样 就像是在问他 这身衣上好不好看 于是他悠然地道 你喜欢如何就如何 七哥 帮着你就是 于千云一听说要把他吊在城门上 吓得大叫起来 凤雨恒你疯了 且不说那八皇子 就是你的亲妹妹和那个孩子 还在我们手里 你这样对我就不怕我的人杀人灭口吗 凤雨恒更是不解 咦 你不是宗随的公主吗 那些人应该是以你为尊吧 如果他们连你的命都能舍弃 于千云 那你也只能认命 而我的妹妹和那个孩子 他们也认命 于千云这回真的害怕了 凤雨恒这根本就是不要命的玩法 他是在用凤想荣和那孩子的命来赌 一旦输了 那就是两败俱伤啊 不对 他再想想 凤雨恒没什么可伤的 一个妹妹 还是一母的妹妹 鬼知道他对其到底有多深的感情 至于那个孩子 更是听闻只是个野种 跟凤家半点关系都没有 可他就不同了 他是宗随公主 金枝玉叶 怎能跟那些低下的人却拼命 于千云什么都明白 可就是没有自主权 凤雨恒这是打定了主意 要把他吊在城楼上 任他开出什么花样的条件 对方都只是摇头 甚至已然叫了两个会武功的丫鬟 上前来绑人 他很快就被绑了起来 两个丫鬟抬着他走在前头 就听凤雨恒在后面喊 坐我的公车去 务必掉在东城门上 我与七殿下随后就到 抬着于千云出府的人 自然是望穿皇权 甚至搬走也特地陷了身 跟着一起看护 凤雨恒和玄天华走在后头 他收了鞭子对玄天华说 我想来想去 我就这么把他给抽死 实在是不划算 左右跟宗隋 也是撕破脸的结局 这个公主就没有再善待的必要 七哥你别担心 我不会真的冷血到不顾享荣安危 即便是对方效仿我们也无妨 只要他们能带着享荣现身 我有百分百的把握 将人平平安安的挤就回来 玄天华不怀疑他有这个能力 于是但笑不语 二人一并出了府 上了玄天华的公车 带公车 驶到东城门处时 玄天明也赶到了 三人抬头向上 见那于千英 已经被守城的将士吊了起来 就悬挂在城墙外头 那女人吓得哇哇大叫 上头还有个将士在喊着说 叫也没用 你还是不要再试图挣扎 小心绳子断了 摔也把你给活活摔死 城内百姓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就看到东城门这里 吊上去一名女子 又看到两位王爷 一位王妃赶了来 人们聚在一处议论纷纷 却没一人猜得到事情真相 凤雨恒也懒得多做解释 毕竟事情关系到宗隋 一旦告知百姓 宗隋作乱战事要起 怕是要引发民心恐慌 于是便只派了人跟百姓说 这是一名朝廷要犯 吊在这里是要警示他人 切莫与朝廷作对 且莫与官府作对 更且莫与大顺国本作对 就这样 于千英在城墙上整整掉了两日 白天秋二的烈阳 晒得他要死要活 晚上秋二的寒风 又吹得他要死要活 为了让他保持清醒 凤雨恒经常命人 把长长的铁皮糊伸过去 为他点水喝 可命是能保住 却让他脸上被撕下一层皮的地方 渐渐地开始腐烂起来 东城门那边的事情闹得很大 经理人几乎人人都知道 包括宫里 以至于在早朝之上 官员们提起这个事 也是褒贬不一 正方意见 自然是站在九皇子这一边的人们 他们绝对是坚决无条件地支持这么干 而反的一方 却是指出 此行有伤两国之根本 毕竟被吊着的人是宗隋公主 此行很容易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而战争最伤的 就是无辜百姓 不管对于哪一国来说 都不是善事 可正方这边 还是有话对答 又像风情告诉人们 宗隋新军上位 却是个逼宫上位的 上位之初就表示 不愿再臣服于我大顺 这样的藩国 还讲什么两国之根本 可毕竟宗隋并没有主动出兵啊 难不成非要等到对方出兵了 大顺在考虑被动回击吗 玄天明冷冷地道 千周如此 国属如此 宗隋若再如此 大顺还有何颜面可讲 九殿下的意思 是大顺要主动对宗隋开战 有些官员慌了 好不容易国泰民安 这要再一打起仗来 劳民伤财不说 更是乱了民心啊 那宗隋不想做藩国 就让他们自立去 咱们大顺也不缺他们的点子碎共 只要国家安泰就好 国家安泰就好 玄天明盯着这些个老家伙 一脸的鄙夷 是不是太平江山 让你们的生活太滋润了 以至于在遇到藩国叛离 挑衅十连行使主国权力的胆量都没有了 他一边说 一边无奈地摇头 一个国家可怕的 不是有人犯上作乱 他就怕朝堂之上 出现这样的消极负面的情绪 你们这些人 不配为我大顺之臣 他这话一出 那些老臣们 一个个又开始紧张起来 纷纷猜测 九皇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还没等猜明白呢 就听大殿之上 那行监国众人的六皇子开了口道 玉王说的没错 犯上作乱不可怕 逼宫上尉更不可怕 怕就怕在军心陈兴 被你们带的动摇 明星亦被你们带的消极 当有一天放眼大顺 无一人胆敢与外敌对抗 人人都抱着侥幸守住家园 任凭外敌叛离割地 那大顺 国之将王 他面上带了遗憾 看向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老臣 沉默了半赏 终于又道 我大顺从不会已退让守天下 我大顺从不会向任何一方主动低头 你等于我大顺国本相伯 动摇陈兴 实在不宜再出现在朝堂之上 一番话 直接去了这些臣子之位 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 大顺攻打宗隋 已经是板上钉钉之势 不是谁的一两句话 就能左右得了的 随后 玄天明主动请英 越西之后 也就是8月16日一早点兵出发 往东界平宗隋之乱 再没有人提出疑议 彼时 凤宇恒正在淳王府上 陪着母妃唠嗑 自从享荣失踪 云妃的情绪 一直都不大好 她特别自责 因为是她催着想 容到街上转转 散散心的 她觉得 享荣出事 与她脱不了干系 凤宇恒劝着说 母妃 这事不怪您 该来的总归要来 那宗隋的公主惦记七哥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咱们换个角度想 宗隋在暗 我们在明 若不是这次发生享荣的事 怕是他们还不会出现 我们一日找不着 就有多一日潜在的危机 如今蛇出洞了 总归是 比在暗处时要好打的 话是这么说 可云飞的自责 却还是没有减少 凤玉行也不知该怎么劝 只能默默地陪着 时不时地在跟她讲讲宫里的事 讲讲天舞帝 可是云飞对天舞帝的事 却并不上心 只听着 不发表任何看法 从淳王府出来 她去了城东 到城墙低下 看了还吊着的于谦音一会儿 然后下马 上了城坊顶上去 今日王卓也在这边直守着 见她来了 赶紧上前道 王妃 是才点那公主喂水时 她拼着哑嗓子说想要见您 有重要的话想说 于谦音有话想要对她说 对此凤玉行并不奇怪 掉了两天半了 如果再不说点什么 怕是就没机会了 她始终不信 宗随的人会不管这位公主 只不过不到最后关头 还不想放人罢了 左右 不过这一半天 对方肯定会有所行动 她已经这人留意成那动向 这是一个打击对方老巢的最佳时机 当然 除此之外 她心里还存着一件事 想容什么时候出事不好 偏偏是 跟着凤粉袋出门的时候 被人劫持 她可不信这是巧合 更对那凤粉袋突然来找想容 持着保留意见 凤家的孩子 什么时候也能记得姐妹秦深这回事了 她走到城墙中间 对着悬怪于千英之处 两只手肘住在城墙上 笑看着于千英 扬声道 公主殿下 可是想好了 要告诉我 你们的据点在什么地方 于千英瞪着她 那张烂了一半的脸 就像鬼一样 这也就仗着凤雨恒时的大夫 什么伤口都看过 要不换了一般的女子 非恶心到土不可 于千英恨凤雨恒 几年前就恨 现在更恨 她现在满心就盼望着自己的人马快些出现 能把她给救下来 这一等就是两天多 她有的时候 在秋日的暴晒下 都有些绝望 觉得自己人是抛弃了她 可是一到晚上天凉下来 头脑清醒下来 又觉得不会 毕竟她是公主 一旦她出事 那些人回到宗隋 也没办法交代 眼下 凤雨恒就在她的面前 她多想上前去 把凤雨恒的脸也给撕烂 可惜 她够不着 即便能够着 也没那个本事 凤雨恒太厉害 她根本打不过 便也只能狠狠地道 你想得美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 他们在哪 除非他们自己出现 否则 我死了 你的妹妹也会跟着一并给我陪葬 哦 凤雨恒点点头 一个名女 给一国公主陪葬 那也是她的福气 一句话把余千音给堵了回去 以至于那吊着的人 下意识地又问了句 你真的 就不在乎你那妹妹的死活 凤雨恒摇头 不是不在乎 而是知道 她不可能会死 余千音 收起你的侥幸之心吧 要不要咱们来打个赌 就在今夜 你的人一定会带着我想要的人 一并出现在这城墙之下 然后拿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要我放了你 余千音眼睛一亮 可再看凤雨恒那副不着调的样子 又不解地问 刀都架在脖子上 怎的看不出你半分焦急 我有什么可及的 凤雨恒咯咯咯地笑 余千音 你信不信 只要让我看到他们 我就可以把他们救下 他们的刀再快 也快不过我的行动 哪怕我离着 他们有这么高这么远的距离 她的话让余千音想到了一件事 在宗随时就听说 玄天明和凤雨恒攻打鼓鼠时 用了一种叫做天雷的东西 还有一种远程射击之物 比射之好用多了 据说是叫做枪 能够离着老远 就打中人的眉心 速度快过箭直百倍 她的身子打起哆嗦 突然就意识到 其实自己是没有救的 人家只不过是想要借着她 把人引出来而已 从未想过什么交换 等的就是那些人的出现 而她 竟还在这里 做着可以获救的梦 大顺有那样的兵器在手 会怕谁呢 余千音不甘心 她看着凤雨恒 狠狠地道 我斗不过你 你的确厉害 但是凤雨恒 你也有你的失败之处 你可知 我能成功地抓了凤响容 靠的是谁 靠的是凤粉袋 凤雨恒答得很麻烈 而且也有自己的分析 你想说 我的失败之处 就在于众叛清离 曾经凤家的姐妹 跟我不是一条心 甚至主动去害自己的家人 对吧 她一边说一边摇头 余千音 你无需以此来做挑拨 且不说我与那凤粉袋 本就没什么姐妹情谊 即便是有 在你以小宝作为威胁的前提之下 我又怎么能去跟她翻脸 任何事情 冤有头债有主 我凤雨恒不是傻子 没那个闲心 被你牵着鼻子走 我实话实说 你这次无论如何 也没有再活下去的可能 继续吊着吧 直到你的人出现 我给你个痛快 你的人若是一直都不出现 我便断了你的水粮 一直吊死算完 凤雨恒的话 让余千音一阵绝望 必死无疑的下场一遍又一遍的 在她的脑中重复回眼着 以至于到这日天刚擦黑时 人的神智都有些不太清醒了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一会儿跟凤雨恒求饶 一会儿又对她破口大骂 而凤雨恒却对此视而不见 只坐在城墙上跟将士们聊天 望穿黄泉 还到城下茶楼 去要了好茶 晚膳时候 还特地开了一桌席面在城墙之上 就对着那余千音吃 看得对方更是崩溃 玄天明今日下朝之后 就去了大营 既然应下了八月十六点兵出征 大营那头就必须要有安排 早有人告诉她 凤雨恒在东城墙上嚣张 她却只是微微一笑 一时一脸宠溺 说得是与玄天华一样的话 好啊 那丫头就算是把天筒个窟窿出来 本王也会在后头帮她再给补上 即便补不上了 天塌下来 一有本王替她顶着 没事 让她玩去吧 夜幕彻底降下时 玄天华来到东城楼上陪她 事实证明 凤雨恒的猜测一点都没错 就在今日夜里丑事三刻 东城墙下方出现了一伙人 而被那伙人压着而来的人 亦有三个 凤雨恒朝下方看时 一眼先看到凤响荣和小宝 然后另外一个 看过之后 却是连她都不由地咧了咧嘴 一个血人 浑身上下没穿衣裳 下身烂的白骨可见 但最可怕的 却是那张脸 或者说 那已经不能叫脸了 只是血肉模糊的遗肉 依稀能看出轮廓 表面全部不见 就像是怪物 很多守城的将士看了都受不了 有一些忍不住这场面 呕吐起来 剩下的也是把头别了开 不想再多看一眼 凤雨恒与玄天华二人 却是紧皱起眉 二人自然能变得出 那个腐烂之人 就是八皇子玄天墨 可他那张脸 却又烂得十分诡异 凤雨恒小声道 整张脸皮都不见了 像是被人活体接下去的 玄天华点头 踪随皇室善一荣之术 但实际上更加炉火纯青的 却是人皮面具的本事 只怕他们抓走老八 目的就是 他那一张脸 揭下脸皮 许能助踪随成就大事 是什么大事呢 凤雨恒偏着头想 再假扮出一个老八来 搅乱大顺朝廷吗 那希望是不是太渺茫了些 不过七哥你的分析是对的 我也觉得 他们的目的就是老八那张脸皮 就是不知道对方到底要怎么用 但如果老八死了 假扮什么的 也就没有意义了吧 他唇脚一鸣 看来今晚 这东城门下 注定要满步血腥之气了 玄天华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问他 有把握迅速解决 凤雨恒点头 有把握 七哥先下城去吧 待我解决了那些人 第一时间就出响容 玄天华下了城去 这时 那吊在城墙外的于千英 终于忍不住了 冲着下方大声叫着 你们这群蠢货 怎么才来救我 下方人抬头看他 一个个也是一脸的交集 于千英到底是宗随公主 且对于新皇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之人 虽说宗随皇室 都是制人皮面具的高手 但这位六公主年纪不大 却是制得最好的一个 新皇有很多计划 等着她协助完成 他们绝不能在这里 把公主给折了去 于是有人冲着上方 冷眼站着的凤雨恒 大声喊道 你们的人已经带过来了 放了我们的公主 话是喊了出来 可却还是有两把大刀 凝晃晃的 架在凤响容和小宝的脖子上 响容样子狼狈 头皮披散着 抬头看向凤雨恒时 眼里勤满了泪水 可还是倔强的摇头 无声地动着口心说 不要 小宝则比较干脆 哇哇大哭 嗓子都哑了 让人心疼 至于那玄天墨 却并没有人过多理他 就那么随意地拎着 像拎货物一样 根本也无需用刀去威胁 因为这人已经没了逃跑的本事 凤雨恒看着下方 心头隐隐作疼 却还是仔细地数了一下 一共八个人 压着想容和小宝的有四人 其余四人站在后方 随时备战的姿态 他看着看着就笑了 没礼下面的人 却是问向于千英 这就是你们的态度 还果然是把刀架在脖子上了呀 很好 他一声很好 身后立即有将士上前 一把长刀伸出 二话不说 就架在了于千英的脖子上 吓得于千英又是一声惊叫 吓头的人也吓坏了 生怕凤雨恒这边杀人灭口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却都拿不定主意 生怕一旦自己这边先放了人 对方反悔怎么办 到时候公主没救出来 反倒是把人质也失了 那可就再没了希望 于是又有人大声喊着 你们要怎么样才肯放人 凤雨恒反问 是你们先抓了我们的人 现在却反过来问我 要怎么样才放人 想要救回你们的公主 就表现些诚意出来 先放了我们的人 至于这位公主殿下 放不放 还要看本王妃的心情 什么 下方的人怒了 凤雨恒 你不要太嚣张 你的妹妹可还在我们手里 就不怕 万一我们一失手 她的脑袋 立即就会被割下来吗 这些人说着话 竟真的把刀 又往响容的肉皮上贴了贴 可怜响容娇嫩的皮肤 立即被割出了一道血痕 凤雨恒眉心紧皱 心中有愤怒呼之欲出 瞥眼间 剑下方玄天华 已然带着暗卫到了 方便行事的距离 他再不想跟对方多言 只是开口对那于谦音说 我从来没想过要放了你 打从你抓走我的妹妹那一刻起 咱们两个就有了不共戴天之仇 于谦音 我告诉你 人都是有底线的 我的底线 一是我的丈夫 二就是我所剩不多的亲情 可惜 你偏偏要来触犯 他说完 伸手入袖 很快的 两柄袖真枪就握在了手里 一手一支 斩臂就朝着下方射了去 但听砰砰砰砰四声联响 那四个压着 想容和小宝的宗随人 连声闷哼都没有发出来 就应声倒地 随即 又是砰砰砰砰四声 后头四个人的眉心 也突然间就多了一个血窟窿 毫无征兆 立即死亡 如果说凤雨恒此时用的事件 怕是下头的人 即便也是难逃一死 但他却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让想容和小宝也毫发无伤 但他手里有枪 有这种后世先进的武器在握 他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顾虑 没有人的速度能快过子弹 就更别说在这个冷兵器时代 宗随人甚至连什么是枪都不知道呢 随着那八个人的倒地 玄天华这边也出了手 暗卫们迅速将尸体脱离 更是有一人抱起小宝 带到安全之处 还有一人拎着玄天墨 站在玄天华的身边 而玄天华则亲手接过想容 任那丫头松了一口气后 一身疲惫地倒在自己怀里 有一种类似于心疼的情绪 依稀泛了起来 以至于他的手臂 又往紧收了一收 轻声地换道 丫头 别怕 没事了 想容已然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但这句话还是清晰地入了耳 他甜甜一笑 那笑在狼狈的面上 显得是那么的突兀 却也那么的幸福 玄天华正准备将人打横抱起 想抱到城楼上 让凤与横给看看 这时 却听身边的暗卫手中提着的无脸之人 大声地嚎叫起来 四肢乱动 嚎叫声惨绝人寰 就像个疯狂的怪物 让那提着他的暗卫 都不由地皱起了眉来 不过仔细听听 野兽一般的嚎叫声中 还有话语可以依稀变得出 是在叫着 齐哥 齐哥 玄天华心头一颤 偏头去看他 目光中透出些许不忍 无论如何 这也是他的地点 虽说做了错事 可一个玄字打头 他们身体里 就流着歌不断的相同血脉 但闻他轻叹了一声 伸出手在玄天墨上身 几处轻点了几下 那人立即安静下来 虽然还是呼呼地喘着粗气 却已经不再嚎叫 只是乌叶乌叶的悲鸣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玄天华开口问他 你叫我齐哥 可是想我帮你什么 那人又急喘了几下 然后尽可能地让自己平复下来 空洞地眼看向玄天华 似乎有泪从里头流出 可泪水瞬间就与血肉混到了一处 看也看不出来 他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 就好像已经不太会说人语 要很努力很努力地 才能把话给说出来 却还是声音嘶哑含不清 玄天华听到他说 他们撕下了我的整张脸 要做另一个我 齐哥 你是最好的人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他想伸出手去抓住玄天华 可是一只手探出去 却又觉得 玄天华那一身白衣 实在容不得他这样混着血和混的手去沾染 于是就那样盾在半空中 始终没有落下 玄天华一手揽着响容 一手主动把玄天博那只盾在半空的手给接了住 平静地问 想要我如何相助 杀了我 给我一个痛快 这是玄天博作为一个皇子 最后的尊严 他祈求的目光带着满分的真诚 向玄天华看去 嘴巴一撇一撇的 眼里终于有大量的泪水涌了出来 七哥 我错了 你告诉明儿 我错了 也告诉父皇 我错了 如果还有来世 我愿意做父皇的好儿子 做明儿的好哥哥 再也不会像这辈子一样 七哥 杀了我吧 求求你 杀了我 玄天华心中暗叹 微闭了眼 有隐隐的不舍情绪暗含着 可是他也知道 如今 帮助玄天博快速死去 才是最欺最大的恩赐 于是 他点头 然后抬起手 往他的手上轻柔了去 这动作一下就让玄天博想到了小时候 大概就三四岁模样吧 他那时还不懂 什么是同父异母 也不懂 为何母妃总是会在宫里头关起门来 痛骂那个最后进宫的云妃娘娘 更是不懂这些个兄弟之间 将来有一天会因为一个皇位 而得得你死我活 明儿任性 也是和他年龄最接近的 两人总会因为什么东西而争吵起来 他那时候还颇有些哥哥的样子 会知道谦让弟弟 有好东西 只要明儿喜欢 他都不去争抢 可是后来原非就告诉他必须得争 同样都是皇子 凭什么最好的都给别人 在这样日渐一日的不良教导下 他的心终于也开始偏了 终于也开始跟着原非的思想一路走下去 直到今日 人不人 鬼不鬼 生不生 死不死 还记得小时候跟明儿打架 小孩子们 总是好打的闹闹的 七哥跟明儿都是云飞的孩子 他们注定是一伙的 所以打输了他就会哭 从没指望谁能来帮他 可是七哥却总是会在他大哭的时候过来安慰 而他也总会在七哥的安慰下 很快就不哭了 甚至还能对着七哥笑 在他小的时候 很是有一段岁月里 把七哥当成是偶像 甚至一见到七哥就会想要扑上去 哪怕明儿都会在身边把他给拦住 他也不恼 今日 终于要死在他七哥的手里了 玄天默想 他的人生还算是圆满的 众叛清离 就在他的生母都与之背叛的时候 还有他的七哥在身边 送他最后一程 这样的人生 知足了 玄天华柔在他头上的手 渐渐地用了力道 眼中饮有不舍 他开了口 带了寂静的安慰说 八弟 不怕 不怕 不疼的 在玄天默引荐的诗然笑容中 头顶的头突然加大了力道 猛得五指收拢 手下之人的笑容 将在血肉模糊的面上 停止了呼吸 殿下 身边的安慰小声叫了 威正在原地的玄天华 问了句 尸体如何处置 玄天华摆了摆手 找一处好地方安葬了吧 他已经被父皇从皇家族谱中除去 入不得玄家宗坟 却也不能就这么抛尸荒野 他说完 再不看那尸体一眼 一把抱起祥荣 就上了城楼 城楼上 凤雨恒已然将下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待玄天华上来 他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把祥荣接了起来亲自诊脉 待确定 祥荣只是惊吓过度 又太久没吃东西 这才导致体力流失时 不由地松了口气 然后对玄天华说 七哥放心 人无大碍 休养些时日就好了 玄天华点点头 情绪淡淡的 眉间总带着一丝愁绪 凤雨恒知他心里不好受 虽然八皇子做了太多错事死不足惜 可到底是玄天华亲自动的手 这对于这个若仙之人来说 实在是有些残忍 可若不残忍 那对玄天末就是最大的残忍 总归有一方要小小牺牲一下 玄天华选择自己动手 给了那个弟弟一个解脱 也算是功德无量 他对玄天华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 他命数如此 算是报应 却也算是赎罪了 人若真的泉下有之 他会感激七哥 他一点头 我知道 然后又叹了一声再道 明日早朝我便将此事上奏朝廷 宗隋既然想要利用 莫尔的面皮做文章 我们把他们这份希望切断 就是八皇子轰事 明日昭告天下 他们在城楼上做着一番打算 却不知此时此刻 就在下方的一处拐角之地 竟还站着一男一女 男的二十多岁 一脸的硬朗刚毅 看起来是名武将 女的则生得十分普通 说不上好看 只能算不难看而已 可是一双眼睛 却像是看透世事般 透着一股子沧桑 与洞悉一切的精明 那男子手上握着一把金弓 此时已然搭弓开弦 箭头直指着那依然掉挂在城楼上的余千英 箭之带起的寒意 惹得身边女子也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不想去看 他有些担忧 小声问那搭弓之人 真的要杀吗 他可是宗隋的六公主 杀了他 咱们再会宗隋还能有活路 男子冷哼一声道 新皇不是糊涂人 他既然有叛离大顺 甚至培养出一个傀儡皇帝 从而控制大顺的想法 那就应该明白 就必须要有舍弃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德 他若是连一个异母的妹妹都舍不下 那还做个狗屁的皇帝 可是那张人皮面具 放心 宗隋的三皇子很快就能到了 虽说在制皮上手艺 比六公主还差上了那么一点 却也是宗隋能列入前三的人 不至于试了六公主这计划 就进行不下去 他一边说一边冷笑起来 大顺以为八皇子死了 那张脸就没有用了吗 殊不知 当一个死人再度复活 带给人们的震撼才更大呢 他说着 又抬头往上方看去 当目光接触到凤雨横时 心底还是不受控制的颤动了一下 手中搭起的弓箭并没有马上射出去 而是将拉弓之士停了下来 直到对事半赏方才到 也许并不需要我们出手 他会替我们解决 他 身边女子神情恍惚 一抬头向上看去 但见一名红衣女子 正与那一身白衣的七皇子站在一处 巾帼之士磅礴而出 竟是能震得住那一城楼的将士 身边那男子白衣若仙 是他早年也曾偷偷看过几眼的人 不是说他嫁的人是九皇子吗 何以跟那七皇子站到一处 竟也显得那样般配 他下意识地呢喃出口 直到一晃惊年 那张熟悉到灵魂的面容 那个熟悉到骨子里的身体已经长大了 蜕变道 他几乎都快要认不出来 是啊 他跟谁站在一处都十分相配 男子一时感叹道 凤家搏带了他 却不知这份关爱早被弥补了回来 可惜 他就是不愿与我站到一处 就是不愿 我怎么好像看到熟人了 突然间 城楼上 凤雨恒的目光盯着一处 瞇了起来 他轻声跟身边的玄天华说 七哥 我好像看到不聪了 可是这话说完 还不等对方深究 亦不等他再仔细去看 视线竟忽然转移 一下就从那疑似不聪之人处 转到了身边那个女子面上 凤雨恒从未像此时这样惊骇过 以至于当他与那女子四目相对时 静心头带了恐惧 然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玄天华下了一跳 赶紧扶了他一把 却见凤雨恒脸色惨白 连嘴唇都没了血色 分明是在害怕 可是他想不明白 即便是看到不聪 又有什么可害怕的 当初那不聪失踪 这么多年 没有人能够把人找到 而对方又曾是部界统领 想来混迹到宗随境内 也是有可能的 且凭着对方的本事 改头宗随 成为一员大将 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玄天华以为 不聪若是此时出现 那就代表着 对方跟宗随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 凤雨恒底是因为什么而害怕 他不明白 这恐惧来自何处 而事实上 就是凤雨恒自己也说不清楚 心头为何突然间的 就腾生起恐惧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件赝品 碰到了真货一样 就想要逃离 就想要躲起来 以免被人发现 他叮叮地看着那个女子 那女子也在看着她 期间 好像身边疑似不聪之人 跟对方说了些什么 两人步步后退 终于隐于夜色之中 再不得见 凤雨恒渐渐地清醒过来 盯着城楼下方 那个已经没有人的角落 一时间就觉得有些恍惚 玄天华在他身边 焦急地询问着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这才回过神来 柔柔眼 然后正正地说 没什么 好像是我看错了 刚才在下面看到了两个人 男的是不聪 女的不知道是谁 只觉得目光有些眼熟 可是又说 不好在哪里见过 他一边说 一边敲敲自己的前额 又揉了揉太阳穴 直到再次看向那个角落 确定真的没有人了之后 才白白手感叹道 这些日子精神紧张 太累了 眼睛都有些花泥 玄天华不信他这说辞 可凤雨恒坚持这样讲 他便也不好再问 只是指着 还掉在那里的于谦音问道 这个人 你准备如何处置 凤雨恒的枪还握在手里 看了于谦音一会儿 突然就对玄天华说 七哥 你知道吗 就回了想容 杀了那些宗隋人 甚至八皇子都死掉了 可是我却并没有报仇的快感 我只是觉得很累 敌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到眼前 应接不暇 你说 是不是人 只要身处在是非中 这种事情就会没完没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 这问题玄天华不想回答 因为他们 本就身处在这样一种身份 与证据之下 除非能够做到什么都不顾的 远走高飞 否则就没个头 罢了 凤宇恒浅笑起来 同时也抬起了握枪的右手 枪筒 直指于谦音 就让该来的来该去的去吧 说吧 突然声音微扬起来 是冲着那于谦音道 你把眼睛睁开 我让你看看 我手中的武器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做枪 我与九殿下 就是用这种东西 一举拿下了古蜀数作城池 刚刚你也看到的枪是如何杀人的